行行吧 那些维粉跟顾民们 如果说挑动 智戒27跟阿维卡07内斗 是摆在明面上 针对泛华维系汽车的 刻意打压的话 那么针对智戒 则是暗戳戳的使坏了 那么就由我来捋一捋 这个逻辑暗线吧 首先智戒和问戒 都是鸿蒙制选车模式 有了这个前提 你就好理解了 任何智戒上的问题 都可以轻松的演绎成 鸿蒙制选车的问题 从而打到问戒上去 明白 咱们来看一下 外戒是怎么抹黑智戒的 主要就两个话题 第一智戒的售后不行 你知道这背后的隐喻是什么 那就是鸿蒙制选 不负责售后吧 要不怎么会有差异呢 第二就是齐瑞拖后腿了 那齐瑞背后的隐喻 不就是制选车模式的控制力 没有外边吹的那么好 你控制不住智戒 那想戒尊戒就能控制好了 明白 那这套话术的操盘者 真的是很聪明 表面上是为智戒S7 找齐瑞背锅 其实就是在挑锅 智戒跟鸿蒙制行的关系 一旦这个话题被炒热了之后 会怎么样呢 那不就是坐实了制选车 就是个营销概念吗 那在配合上 外界一直在说 小康之前就是造面包车的 那最终问贱也被拉下水了 我也明白 这个过程中 那个操盘者是单纯的坏 跟着附和的股民是既蠢又坏 为什么呀 因为齐瑞不是上市公司 对这些股民来说 你智戒干好了 与他们合干 他们一直非常努力的 要打造一个存血华为的概念出来 不得不说 我这个操盘者真的是非常聪明 懂得借力打力 利用了维粉的盲目 和股民的自私 要么挑起鸿蒙制行的内讧 要么就搞臭制选车的名义 杀人还要主心 哎呀 要说在打舆论战这方面呀 中国车企真的是差得好远呀 那最后总结一下 无论是HM模式的阿维塔 还是制选车旗下的各个界 他们是一样的 都是做大了华为汽车的流量 那阿维塔07 在23万这个区间里面 为华为系汽车 引来了更多的流量 他最终的结果是做大蛋糕 而不是切了质界二切的蛋糕 质界做好了 切的也不是问界的蛋糕 大家切的是合资车的蛋糕